欢迎大家收看以哈战争快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以色列警告加沙战争将持续数月 以色列警告地区冲突风险 随着伊朗紧张局势的升级而增加 胡塞武装称他们对以色列埃拉特港进行了无人机袭击 脱离党议员表示 涉嫌纵火袭击可能与他对中东问题的观点有关 2023年IS发生了什么 请大家收看 以色列警告加沙战争将持续数月 BBC 据以色列陆军参谋长赫尔奇 哈莱维表示 以色列与哈马斯在加沙的战争预计将持续数个月 这场战争始于10月7日 已导致2万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90万人流离失所 联合国警告称 一些地区出现了饥饿和饥荒的报道 联合国庇护所也出现了过度拥挤的情况 上周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呼吁以色列降低打击强度 以减少对平民的伤害 与此同时 埃及提出了一项停火计划 该计划将分阶段释放所有以色列人质 和一定数量的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中的巴勒斯坦囚犯 以色列警告地区冲突风险随着伊朗紧张局势的升级而增加 金融时报 以色列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警告称 随着与伊朗的紧张关系加剧 该国面临中东地区的地区冲突风险 加兰特表示 以色列在包括加沙、约旦河西岸、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和伊朗在内的七个不同地区受到攻击 他宣称 任何针对以色列的行动都是潜在目标 没有人享有豁免权 这一警告是在以色列继续对加沙的哈马斯进行军事行动 并面临与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在黎巴嫩的冲突加剧之际发出的 胡塞武装称他们对以色列埃拉特港进行了无人机袭击 半岛电视台 也门的胡塞叛军声称对以色列港口城市埃拉特和红海商船的无人机袭击负责 这个受伊朗支持的组织表示 这些袭击是为了迫使以色列结束对加沙的战争 该组织还向以色列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 以色列则对加沙地带进行了毁灭性的攻击 胡塞在红海的袭击导致重要的航运路线受到严重干扰 促使美国宣布成立一个安全联盟来保护商业航运 托利党议员表示 涉嫌纵火袭击可能与他对中东问题的观点有关 英国美日电讯 保守党议员迈克·弗利尔表示 他在伦敦北部办公室遭到纵火袭击可能与他对中东问题的观点有关 弗利尔代表的选区有很多犹太人 由于他支持以色列 他过去曾受到滥用 他办公室后面的小屋在圣诞前夜被纵火造成了重大损失 警方将此事件视为涉嫌纵火袭击 弗利尔此前曾遭到一个激进伊斯兰组织的袭击 他在家门口发现了模拟汽油弹 并在车上发现了纸条 2023年IS发生了什么 BBC 根据BBC Monitoring收集的数据 伊斯兰国IS恐怖组织声称的袭击数量在2023年大幅下降 该组织今年全球共声称发动了838起袭击 而去年同期为1811起下降了53% 袭击数量的减少归因于IS在2019年失去了在叙利亚的最后一个据点 并将重点放在发展期在非洲的分支上 然而 IS仍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进行游击行动 并在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监督网络 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 以色列已准备好在七个战线上开战 英国独立报 以色列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警告称 该国正面临七个战线的战争 因为邻国发生袭击事件 引发了该地区冲突升级的担忧 加兰特表示 以色列正受到加沙、黎巴嫩、叙利亚、约旦和西岸、伊拉克、也门和伊朗的袭击 他补充说 以色列正在六个战线上采取行动 与此同时 也门海岸发生爆炸事件 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了导弹 卢顿队在英超联赛中以3比2击败谢飞联队 其中两个乌龙球起到了帮助作用 美联社 卢顿在英超联赛中以3比2战胜谢飞联 得益于下半场的两个乌龙球 这场胜利让卢顿离保级只差一分 而谢飞联避免降级的机会又受到了打击 阿尔菲到底在第17分中为卢顿打开了进球账户 但谢飞联很快在第61分中由奥利福、迈克伯尼扳平比分 阿内尔、阿梅德或琪琪随后为谢飞联取得了领先 但杰克、罗宾逊和阿尼斯 本斯利曼的两个乌龙球将比赛的胜利转向了卢顿 卢顿现在以15分排名第18位 而谢飞联以9分排名垫底 这场比赛由萨姆·艾利森执法 他是15年来首位执法英超联赛比赛的黑人裁判 我们终于对媒体的愤怒激气感到厌倦了吗 数字不会说谎 国会删报 观点 根据10月份盖洛普民意调查 对主流新闻媒体的信任已经降至新低 仅有32%的美国人表示 他们相信媒体能准确报道新闻 信任下降部分原因是媒体存在党派议程 并且不断制造愤怒情绪来吸引观众 许多人选择停止观看新闻 或者转向其他媒体来源 但这些选择通常同样具有党派性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观众可以多消费中立的新闻 而主流媒体机构 可以提供解决所强调问题的实际解决方案 清巴勒斯坦的活动人士 在拜登政府官员的住所前抗议 国会删报 观点 清巴勒斯坦的活动人士 在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和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的住所外 举行抗议活动 敦促拜登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 并推动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的停火 活动人士举着标语牌和带有模拟血迹的拜登总统剪影 随着平民伤亡和人道危机的不断恶化 拜登政府面临批评 超过2万名巴勒斯坦人在战争中丧生 其中约70%是妇女和儿童 联合国表示加沙的整个人口都急需援助 尽管拜登敦促以色列尽量减少伤亡 但以色列军方并未显示出缓和的迹象 预计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将与以色列高级助手会面 讨论撤军时间表和加沙战后治理计划 纽约市也发生了抗议活动 导致6人被逮捕 以色列国防军剥夺巴勒斯塔尔通的衣物 只剩内衣 英国美日电讯 最近 一段视频显示 数十名巴勒斯坦人 包括未成年人 在一个足球场被以色列士兵围捕 并被曝光衣物 只剩内衣 这起事件是以色列军方最新一次试图筛查涉嫌哈马斯成员的行动 与此同时 据报道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在一次私人内阁会议上 讨论了巴勒斯坦人的自愿迁移问题 以色列此前曾否认有一栋加沙人口的计划 联合国警告称 由于持续的轰炸和基本公共设施的缺乏 加沙人口正遭受非人化待遇 圣诞节当天 纽约举行的清巴勒斯坦抗议活动已多人被捕告中 英国独立报 在圣诞节当天 清巴勒斯坦的抗议者在纽约市举行的示威活动中与警察发生冲突 抗议活动始于福克斯新闻总部外 然后转移到第五大道和洛克菲勒中心的圣诞树附近 抗议者呼吁立即停火 并携带了一个模拟的圣诞诞生场景 当人群向联合广场移动时 一些示威者与警察发生了冲突 六人被逮捕 至少一名警察轻微受伤 在拜登政府支持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之下 类似的抗议活动在美国各地都在发生 菲律宾在购买美国F-16战斗机方面面临财务障碍 日经亚洲 菲律宾正在考虑购买12架F-16战斗机的替代方案 包括转向购买二手飞机或从美国获得财政援助 美国在2021年6月批准了潜在的销售 估计飞机及相关设备的成本为24.3亿美元 超过菲律宾年度国防预算的一半 然而 从丹麦购买二手战机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美国已经批准将它们转交给阿根廷和乌克兰 菲律宾还希望从美国获得财政援助 以帮助现代化其武装部队 英特尔将在以色列建造一座价值250亿美元的芯片工厂 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投资 CNN 根据以色列政府的声明 英特尔已确认计划在以色列南部 建造一座价值250亿美元的芯片制造工厂 以色列总理本杰明 内塔尼亚胡在6月份宣布了这一举措 并称其为该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国际投资 新工厂计划于2028年开业 并持续运营至2035年 英特尔在以色列雇佣了11700人 并在过去50年里 在该国投资了超过500亿美元 该公司将获得32亿美元的补助 用于基拉特加特工厂的扩建 分散在数年之内 以色列暗示已对国际目标进行了报复性打击 澳洲ABC 以色列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表示 该国已对伊拉克、野门和伊朗的袭击 进行了报复 与哈马斯领导的加沙武装分子的冲突 已升级至该地区的其他地区 以色列军方官员表示 他们已对黎巴嫩和叙利亚的袭击做出回应 并对约旦和西岸的巴勒斯坦武装分子 进行了突袭 以色列没有公开披露在野门的任何行动 伊朗支持的胡塞组织 曾对以色列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也没有公布在伊拉克的任何细节 伊朗亲伊朗民兵组织 声称曾向以色列发射无人机 以色列还没有公布在伊朗的行动细节 伊朗是哈马斯和真主党的主要赞助国 与此同时 以色列军队继续轰炸加沙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表示 对哈马斯的袭击不会停止 以色列军方表示 自10月20日开始地面行动以来 已有160名士兵阵亡 内塔尼亚胡表示 在以色列对加沙发动更多袭击之际 没有哈马斯被摧毁就没有和平 南华早报 以色列军队继续炮击加沙中部 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发誓 不会停止对哈马斯的战斗 这场冲突已经导致超过 20,900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联合国和美国都呼吁停火 与此同时 以色列军队声称 在汉尤尼斯发生的不同事件中 杀死了10名战士 空军对包括隧道井口在内的 100个哈马斯目标进行了打击 以色列军方表示 自10月20日开始地面行动以来 已有160名士兵在加沙丧生 内塔尼亚胡在《华尔街日报》 发表的一篇专栏文章中 发誓要坚持下去 他说哈马斯必须被摧毁 加沙必须被军事化解除 巴勒斯坦社会必须被去极端化 才能实现和平 在这场冲突中 至少20,900名加沙人丧生 其中包括过去24小时内的240人 此外 美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部队 遭到了伊朗支持的激进分子的袭击 美军进行了报复性空袭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的新闻中 我们看到 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 可能将持续数月 同时也面临着来自伊朗和胡塞叛军的威胁 此外 我们还关注到了 对以色列战争观点的纵火袭击 以及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袭击数量的下降 此外 我们还了解到了一些与英超联赛 和媒体信任度相关的新闻 这些新闻给我们展示了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 以及国际社会对这一地区的关注 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冲突 已经导致大量的人员伤亡和人道危机 我们希望这场战争能够尽快结束 给受到影响的人们带来和平和安宁 同时 新闻中还提到了媒体信任度的下降 这反映了人们对媒体报道的怀疑 和对党派性的担忧 在信息时代 我们需要保持理性思考和多样化的信息来源 以便获得全面客观的信息 最后 我想邀请大家一起参与讨论 分享你们对这些新闻的观点和想法 你们对中东局势和媒体信任度有什么看法 请留言与我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